每一次和汉餐廳以多元化的餐點 滿足不同顧客族群 期望成為社區裡的家庭廚房 我們餐廳在達羅斯是有日本菜 還有台灣菜 還有帶一點中國菜為主 台灣菜的話 因為畢竟在這裡比較少 所以北達羅斯這裡發展很快 很多都是中國來的 台灣來都住這個地方 所以在這個地方做一家 比較台灣烘味的菜 還有它的市場 我們這個裝潢的話 一般就是求輕鬆 還有舒服還有方便 這個環境不要太急 還有這個裝潢的話 他們盡量明亮一點 活潑一點 所以這樣他們就能夠接受了 我們大部分台灣菜 還是保持這個比較台灣風味的 比如說這個我們用的是什麼 台灣來的燕花蝦 還有這個柿子 還有這個比較 還有這個比較像我們那個 這個屬於比較台灣風味的這個做料 我們都會用到 畢竟是我們還是以台灣菜來吸引客人 所以我們就是要自重台灣口味 一定要有這些台灣食材 來跟台灣的做料來做這個菜 口味上不會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還是口味比較好控制 還是以台灣傳統的口味為止 只是說它這個 例如說菜啦 做的那些來源那些 做那個菜啊 還有一些做料 有些那個沒有辦法進來 拿到 我們就用本地的做料來取代 一般的話 是我是每年都有回台灣去嘛 然後除了這個烤茶 比較台北 比較出名的台灣菜以外 就是來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帶一些 比較台灣風味的這個做料嘛 像蛙蝦啦 小魚乾啦 還有這個柴魚啊 海鮮類的 因為畢竟肉類的是沒有辦法帶進來 我們能帶的就是以海鮮類為止 我們一般的話 我是希望客人來我們餐廳 吃到一些比較傳統 正統的台灣那些口味的菜